動漫我要聽 這寫百分百元的 怎麼會被我溫柔的掌聲給你快呢 為什麼寫太黃了 因為我有少女心啊 因為我純潔青春的肉體 大人物藝術製作 主持人 電玻璃長永博 主持群電玻璃發展促進會 PGN大小事 給我仔細聽 李長波寶苗 永博 你東張西望的在聊什麼 沒事沒事 幸好不在 幸好誰不在啊 我看到你們真好 天氣冷嗖嗖的 幸好魯邦不在 不然他一開口 我們就又丟到結冰了啦 沒錯 不過今天晚上 我們要介紹一個很不一樣 而且是充滿詭異氣氛的聖誕節動畫喔 詭異的氣氛 跟歡樂溫馨的聖誕節 好像搭不上邊吧 嘿嘿 先賣個關子 讓我們先來聽首歌 準備開始今晚的主題 一起欣賞This is Halloween 歡迎來到動漫我要聽 今天晚上陪伴大家的李明友 哈囉 我是Hero 大家晚安 下禮拜聖誕節快樂 我是諾維 晚安 我是大內 剛剛我們節目一開始 不是說要介紹關於聖誕節的動畫嗎 怎麼聽的歌曲好像是跟 Halloween有關啊 是不是哪裡搞錯了 對 不是啦 今晚要介紹的主題 是提姆波頓的聖誕夜驚魂 故事是發生在萬聖城 骷髏人捷克是這裡的靈魂人物 城裡住著一群長相奇特的魔鬼和怪人 他們平常的工作就是負責策劃萬聖節的各種嚇人的活動 剛剛聽到的那首歌就是在敘述萬聖城平日的情形 嗯 而捷克負責帶領這群奇怪的居民 像是吸血鬼啦 僵尸 科學怪人等等 設計各種嚇人的把戲 讓每年的萬聖節更加精彩 可是捷克卻開始覺得厌倦 生活缺乏創新 因此有點小憂鬱 啊 專門搞怪嚇人也會職業倦怠 真的是各行各業人生白態 是啊 如果每天的工作 只要思考怎麼嚇人 嗯 應該還蠻有趣的 嗯 好 總之呢 捷克呢 就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闖進了聖誕城 在這個充滿奇異風俗的新世界裡 他看到了耀眼的燈光 裝飾得琳瑯滿目的聖誕樹 治癒了他孤獨的心 同時呢 也引發出他強烈的好奇心 捷克認真地逛了一圈聖誕城之後 超開心的 回家就開始召集所有萬聖城的人 決定仿照聖誕城的模式 創造一個屬於萬聖城的聖誕節 而他自己當然就是扮演聖誕老人咯 等一下 那正牌的聖誕老人呢 豈不成了愛師的傢伙啦 欸 沒錯 所以啊 捷克就派人去邀請聖誕老人 來萬聖城做客 但是呢 萬聖城的人整個就誤會捷克的意思了 因為萬聖城本來就是專門搗蛋 搞破壞又捉弄別人的地方嘛 嗯 對啊 他們以為傑克說的 要以理相待 要好好的照顧人家的意思是 要給他好看 好好的整整他 好好把你照顧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負責綁架聖誕老人的小壞蛋三人組 最喜歡惡作劇的他們 把聖誕老人送進萬聖城的邪惡大魔鬼 烏起烏起那兒去啦 當然聖誕老人在萬聖城的初體驗就不太好囉 這個聖誕老人還真是倒霉齁 辛辛苦苦準備了一整年的工作 不但被搶走還被綁架 還到外加被惡整 好 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 其實聖誕老人啊就是駕著巡路拉著雪橇 把禮物分送到世界各地嘛 嗯 不過萬聖城的人啊 把這一切透過他們列起的邏輯 開始籌備他們自以為的聖誕節 像是啊他們的雪橇啊 是由骷髏巡路來拉的 不是 那個 有血有肉的 對 是骷髏的 而且重點是 是由捷克的寵物幽靈狗ZERO來帶頭 嗯 所以他們要騎著這樣子的怪裡怪氣的東西 來發送禮物對不對 是 這個飛天骷髏人加上骷髏巡路 還有一隻幽靈狗 哎呦 光是這個畫面想的就夠驚悚了 這讓我想起來這個歐北龍軍的車 對啊 確實很可怕啊 本來啊應該收到溫馨歡樂的小禮物的 經過萬聖城人民的加持 變成了Halloween style的玩具 掛滿了蝙蝠和蜘蛛的聖誕樹 斷頭娃娃還有會咬人的禮物 這類的東西 哎呦 我的媽呀 哪一個小朋友會喜歡這種聖誕禮物啊 阿學吧 真的 我看他們大概都嚇得哇哇大哭 那整個聖誕城的平安夜一點都不平靜啊 到處有人被禮物攻擊尖叫連連 對啊 於是傑克就成了城中人人喊打的恐怖怪物 最後還被人用高射炮打下來 一片好意落空的他回到了陰暗的萬聖城 釋放了聖誕老人 打消了代替聖誕城的念頭 從此傑克就繼續當他的南瓜王 萬聖節城的其他怪物們也繼續開心的製造 無傷大雅的恐怖 一切又恢復了原裝 啊好 聊到這裡呢 我們就先來休息一下 聽一首好聽的歌曲 喘一口氣吧 好 一起來聽這一首 Kinaf的Sandy Claus 這個提姆波頓的聖誕夜驚魂 是用黏土製作的人偶動畫 那從創作到製片 都是由他一個人一手包辦的 但是1993年呢 他因為正在忙著拍攝蝙蝠俠2 所以呢請來動畫師 亨利賽利克指導 雖然如此啊 聖誕夜驚魂的故事氛圍 還是充滿了濃濃的波頓風格呢 嗯 聖誕夜驚魂是一部stop motion 也就是定格動畫 或稱為人偶動畫 所謂stop motion 是指利用黏土模型 經有人為的操控 將各種不同姿勢的模型 一個動作一個動作的 將其拍攝下來 經過連續播放 就成了我們所觀賞的定格動畫 嗯 全片由黏土人偶拍攝 道具製作工程非常的浩大哦 幕後共製作了200多個模型 其中包括吸血鬼 狼人 鬼魂 木乃伊等等 很多造型在人偶動畫界 其實並不常見哦 嗯嗯 人偶動畫拍攝啊 真的非常耗時 往往一個五秒鐘的畫面 可能就要花上三個工作天才能完成哦 嗯 而且每個角色 栩栩如生的面部表情啊 都是需要打造很多模型才能完成的 其實光捷克的頭就有400多個模型哦 哇 嗯 所以除了模型要好之外啊 每個畫面又必須個別拍攝跟打光 大家應該可以想像過程有多麼的困難 沒錯 嗯 的確 像是主要角色的設計 比如說捷克啊 最早他是先用粗糙的支架 測試各種姿勢之後才定裝 一個動畫角色的性格 會大幅度地反映在他們活動的方式上 尤其是黏土玩偶的各種表情 會透過他的動作來表現 嗯 捷克的頭是一顆南瓜燈造型 南瓜燈的臉就是兩個黑黑凹陷的眼睛加上嘴巴 要讓他做出很生動的表情其實是很有限度的 所以捷克的動作設計就非常的多 他是骷髏人 手腳細長 藉由豐富的手部動作 腳步移動 就可以讓觀眾了解他的情緒起伏 像是他很興奮的時候 手就會擺得很大 會跨出很大的腳步 沮喪的時候呢 就是低著頭走得很慢 嗯 那至於女主角莎莉呢 她是填充玩具作為她的設計概念 她被設定成就是全身都是縫補的線頭 然後對自己缺乏自信 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 有點像是那種喝醉的感覺 或者是要跌倒的樣子 那雖然她是女主角 可是卻不像一般大家想的那樣 可能是精緻漂亮的洋娃娃 嗯 這個提姆波頓對於角色設計 還有描寫也是非常的出色 那麼我們講到男主角捷克好了 她表面上非常的風光 備受萬聖成名的愛戴啊 其實她的內心卻像詩人一般的敏感 在一次又一次的萬聖節當中感到了空虛 迷失於自己的夢想之中 最後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歸屬 而剛剛我們的諾維提到的女主角莎莉對不對 她呢是瘋狂科學家製造出來的人造人 雖然她的外貌怪異 但是內心卻是善良理性 深刻了解捷克的孤獨感受 而且還偷偷地暗戀著捷克喔 嗯 而且莎莉和她笨拙的外表不同 是個超級行動派 她預料捷克的計畫可能會失敗 而率先展開營救聖誕老人的行動 對於一頭熱的萬聖成居民和捷克 莎莉反而是最冷靜而最理智的 也藉此告訴我們不要以貌取人 每個人都有她存在的價值 嗯 像我就很喜歡那三個不受控制的小豆干 或也許有著邪惡的外表 卻有著兒童的身體和可愛的娃娃音 在劇中一邊輕快地哼著同言同語 卻是在計畫綁架和惡整身的狼人 不過最後也被捷克狠狠教訓了一下 對啊 其實迪姆波頓他真的非常喜歡惡搞小孩 像在巧克力冒險工廠裡呢 每一個奇特的小孩啊 也都徹底地被他改造還有修理過 沒錯 好 聊到這裡呢 我們再來聽一首歌曲休息一下 別走開哦 廣告之後繼續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 一起來欣賞這首Making Christmas 歡迎回到動漫我要聽的節目現場 你現在聽到的單元是李掌伯報告 今天我們介紹的主題是 提姆波頓的聖誕夜驚魂 因為下個禮拜聖誕夜節就要到了嘛 對不對 這部電影雖然是迪士尼的動畫 但是呢 卻充滿了黑色又驚悚的風格啊 尤其是片中還有聖誕節禮物 嚇壞小孩的畫面 那麼跟通常我們一般印象當中 哇 溫馨家庭式的 迪士尼的形象相比 似乎是很另類 真的 所以呢 聖誕夜驚魂 當年是迪士尼旗下的子公司發行的 對 就跟永伯剛剛講的 我記得啊 我小時候第一次看的時候 完全不敢相信這是迪士尼的動畫 因為整部片都充滿了奇怪的角色 尤其是那個反派那個Oogie Boogie啊 他的身體是由一大群怪蟲組成的 然後他外面照著那個麻布袋 所以當他掀開外衣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他裡面 有密密麻麻的蟲子爬來爬來 超噁的 還有怪博士常把頭殼打開 然後摳摳裡面的腦袋 整個萬聖城就是黑白灰暗 偏冷色調的場景 陰森森的氣氛 小朋友看了其實是會覺得害怕的 嗯 確實啊 有一些影評啊和家長覺得兒童不宜 可是長大之後再看感覺就截然不同哦 現在就能理解這個作品的搞怪幽默 和人物感情細膩動人的地方 乍看之下 聖誕夜驚魂這個作品 它的故事內容呢 是荒誕到了令人發酵的地步 但是它卻包含著深遠的寓意哦 比方說這個萬聖城還有聖誕城 代表了兩種超對比的文化 而劇中的男主角捷克為了研究聖誕節 解剖聖誕樹這種搞笑又可愛的行為 就是嘗試理解還有接受不同文化的差異 嗯 而且正因為他對聖誕城一知半解 所以才會搞出這一列人串的烏龍世界 也告訴我們事情呢不能只看表面 就貿然行動 沒錯 題目波頓 顛覆世俗眼光 表達了人往往因為未能深入了解 就否定和排斥與自己不同的想法或文化 從他的作品大多於商業主流文化有所差異 充滿黑色幽默諷刺現實世界就能了解 嗯 聖誕夜驚魂在1994年以首部人偶動畫電影 入圍了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 可惜 當年遇到了超級強敵 輸給了侏羅紀公園了 但是他還是當代的經典哦 是 真的 不過他在2006年的時候啊 推出了3D版哦 除了他原本的影像更加清晰之外啊 傑克的頭就好像在眼前伸手可擊一樣 而且剛剛大內喜歡的倒帶三人組啊 還會在你身邊高聲唱著要綁架聖誕老人的事情 對 營造出前所未見的逼真畫面哦 另外也很吸引我的就是佩樂啦 哎呦 雖然不是納卡西 但是我憋了一整晚了我實在太想說了 好好 怕你憋壞你趕快來分享一下好了 好 我覺得傑克唱的歌曲整個活化了他的角色耶 劇中的歌詞其實都是提姆波頓親自寫的 而佩樂是由丹妮艾夫曼創作 同時他也為傑克配唱哦 陰森溫柔的嗓音又帶點自戀的語氣 為傑克這個萬聖城的風雲人物注入一股生命力 歌曲和配樂也是全聚的靈魂啊 沒錯 真的 欸 像是What's This 這首歌啊 是傑克第一次闖進聖誕城的時候唱的 對他來說聖誕城到處都充滿了驚喜 欸 我覺得艾夫曼真的唱出了那種 就是經歷了第一次的那種FU 讓人就是邊聽也會忍不住想知道到底傑克看到了什麼這麼著迷 其實這部動畫在1993年推出的時候 當時似乎是太過另類了 市場觀眾不太能習慣 事隔多年之後 這部作品卻因為周邊商品熱賣 從日本一路鴻回美國啊 為什麼呢 因為它夠經典啊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現在是越搞怪的越吸引人 當初是因為太過另類不被接受 現在卻因為夠另類所以被喜歡 嗯 聽了我們今天晚上的介紹 這個另類啊 古怪具有黑暗氣息的聖誕一夜驚魂 顛覆了我們對於聖誕節的歡樂印象 想要感受一下不一樣的聖誕氣氛嗎 不妨找出這部電影來看一看喔 最後我們就來欣賞這首好聽的歌曲 What's this 請問什麼是死亡期呢 欸 魯班 我借你的新量版遊戲什麼時候要還我啊 呃 我現在正在執行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等我回來我立刻還你 欸 你剛剛立了死亡期 你 你 你是想耍賴嗎 蛤 死亡期 那是什麼 喔 死亡期就是指在AC巨人世界中 當角色說了某些話或做了某些動作之後 就準備零便當不再出現了 比如說 你 你快走 剩下的就交給我了 說完之後就壯烈犧牲了 喔 我懂了 那我先走了 剩下的就拜託你了 喂 你不要站住 不要走啊 把我的限量遊戲還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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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